1999年,黑龙江省京县一古墓,墓中女尸,形态诡异,考古学家在对尸体进行了查验后,揭露了她在活着的时候所遭受的悲惨过往,考古专家究竟看见了什么奇异死相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圣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扎龙十地,一座清代古墓再次得见天日,这座古墓并不是经由考古学家挖出的,而是通过盗墓贼的手挖出的,这些盗墓贼也将墓中的有价值的随葬品全都拿走了,所以,等考古学家闻讯而来的时候。 他们看到的只有墓中那具保存还算完好的女尸了,尽管现在剧清朝已经过了数百年之久,可墓中女尸却仍未腐烂,虽说女尸的保存状态还不错,可她的死后形态却非常诡异,让赶来的考古学家都未知震动,即便已被风化,可尸体的面部表情仍旧非常猙獰,嘴巴是大张的状态。 此外,尸体的四肢都是弯曲的状态,双腿全躯在了一起,这仿佛在告诉世人在她临死之前承受了巨大的痛苦,还有一点引起了专家的好奇,在这女尸的双腿之间发现了一滩可疑的黑色液体。 于是,考古学家就想知道这墓主人究竟是经历了什么,才会呈现出这般奇异的死相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由于墓室被盗墓贼光顾过,那些能证明女尸身份的随葬品也被洗劫一空了,只剩下了一些清代铜钱,通过对这些钱币的鉴定,考古学家才获悉了这墓主人生活的大致年代,是在康熙至乾隆年间,但是这也并不能让专家去确认墓主人的身份,于是,专家还是将研究的重心放在女尸的身上,想从她的尸体上去挖掘更多关于她的故事。 在观察尸体耳部的时候,专家发现了专属于满清女孩的一耳三钱的特征,什么是一耳三钱?这只是满人的一种习俗,在女孩咕咕坠地后,她的两只耳朵就会各自打上三个耳洞,这里的钱代表的就是耳环,在周迅主演的《如意传》。 这部《清宫剧》中就出现了一耳三钱的画面,如果是满洲出身的妃嫔,甚至是皇后,他们都会戴上六个耳环,一个耳朵戴三个,满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习俗呢? 明末在叛将吴三贵的指引下,清君入关,一举夺下了中原的政权。 公元1644年,清世祖爱新觉罗、弗林定、兜北京,自此开启了清王朝的统治,虽然清朝皇帝总说着满汉一家亲,可在他们的心里,满人与汉人肯定还是不一样的,所以,为了有别于汉女的一耳一钱,满族才会有了一耳三钱的规定,另外,这耳环还能体现满族女性的身份地位,如果是家境殷世富贵,那么就会戴金、银、翠、欲才质的耳饰。 可要是寻常的满族家庭,生于其中的女孩,就只会戴铜圈材质的耳环,当然也有满族女子觉得,这一耳三钱太过繁琐沉重,于是就想效仿汉女,可这样的做法,被乾隆帝得知后训斥了一番,这位满清皇帝还下了一道命令,相言至于一耳一钱,则竟非满周矣,立即禁止,一耳,从女师每个耳朵上都有这三个耳洞上就能知晓,她在生前是满族女子,并非汉人。 而墓中的一块牌位同样也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是满人,不是汉人,因为在这牌位上写的都是满文。 对于不通满语的考古学家而言,要弄清楚墓主人是谁的难度系数又上升了,在经过满语专家的翻译后,他们才知道,原来这座古墓中长眠的是墨尔根绝罗夫在《青史》的记载中,她还是一位告命夫人,在《甄嬛传》中有过这样一个片段,华非因皇帝封了甄嬛的母亲为告命夫人,闷闷不乐了许久。 为什么华非会如此介意这个头衔称谓呢?因为这告命夫人代表的是清代的官阶,这个代表的就是皇帝写给臣子的文书,这就意味着告命夫人是皇帝亲封的。 而且,这告命夫人还能拿朝廷定时发放的俸禄,还有机会跟着丈夫一同出入皇室宫宴,在封建王朝中只有皇家才是天下的主人,其他人都是伺候的奴才,所以能有机会参加宫宴,这对于官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恩荣,也代表着帝王对这家的恩典。 毕竟,不是每一个奴才都能够与皇帝同处一室,想用这皇室宴会的,除此之外,考古学家还在女尸残留下来的衣物上发现了豹子的文士,官服上能用豹子的是清朝的三平武将,所以,女尸在生前的社会地位还算是很高的。 可为什么作为贵族的她,死相会如此争鸣呢?考古学家给出的推测是,这名女子是在活着的时候下葬的,很可能是给丈夫陪葬的,能证明这种观点的,还有在棺木内里的那几道抓痕,可明明康熙皇帝已经废除了人训制度,就在专家一筹莫展之际,他们准备从女尸身下的那摊不明液体入手,在经过检测后得知这是人的胎盘,于是,一个沉睡了数百年的真相就浮出了水面。 这个女子很可能是在生产的时候体力不支而晕过去了,但由于古代医疗技术不发达,昏睡过去后的产妇就给人感觉是难产而死,所以,家人就将她装进了棺材之中,然而,女子却在棺木中醒了过来,在黑暗中她开始抓闹着棺木,企图让外面的人觉察到,可是,古代入葬之时要吹奏哀悦的,这就掩盖了女子挣扎的动静,就在拼命挣扎的过程中,体内的胎盘滑出了。 就留下了这堆黑色液体,由于棺果中的氧气有限。 所以,这个女子也因此而痛苦地死去,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大张着嘴巴,四肢全躯的缘故。 另外,尸身不服,并不是因为她的家人给她做了完善的防腐措施,而是因为在她下葬的地方有一个冰封的涌动层,在这样的环境中,尸体就不因水汽所腐烂。 孙权在高处发现张辽紧紧率领百人后,当即调集军队发起围攻,张辽率军突围,孙权军队皆望而却步,不敢上前阻拦,权重破走便是由此而来。 张辽此战,使得吴国军队士气全尸,全然无心再举进攻,合肥城内的守军也军心大定。 一众守将对张辽心服口服,不仅如此,此战过后,孙权意识到攻破合肥已经不可能,只得退兵而去,张辽趁势再次出击,险些生擒孙权,三国志既在太祖大壮辽,而在三国志里,大壮二字仅出现过两次,一次便是此处曹操夸赞张辽之处,另一处是在徐胜传中。 这足以说明张辽此战在曹操心目中的分量之重,要想成为优秀的武将,不仅自身武力要过硬,还要有一颗智慧的头脑,尽可孤身陷阵,奋勇杀敌,退克指挥十万军马,运筹帷幄。 否则空有一身武力,岂不是何项羽一般,赵云作为五虎上将之一,其个人武力有目共睹,七进七出永旧幼主,使得曹操惊呼,此人谁之部将,竟如此勇猛,能够从敌军包围之中杀个七进七出,还得保护怀中幼主毫发无损,这是一种怎样的勇猛,已经不足以用言语来形容,除去个人的高光时刻外。 赵云在与军作战方面同样有着不俗的建树,公元219年,刘备与曹操就汉中的归属展开交战,此战中赵云率军迎战曹军,战争之处,黄中领军外出迟迟未归。 赵云带领数十人前去寻找,不料遭遇曹军,由于敌众我寡,赵云起初处于下风,但赵云很快利用地形优势,命令将士反复突击,将曹军阵行打乱,使得己方得以成功杀出重围,回到营地后,赵云用寄命人打开营门,营造出迎接曹军的阵势,曹军一时之间无法探清虚实,不敢贸然进攻。 威首威脚之下,又被赵云率军打了个人仰马翻,最终惨败离去,赵云还有诸多的战绩,此处不再赘述,他的个人武力在三国中足以名列前茅,指挥部队作战也不在话下,一生之中现有败绩。 当属三国时期最顶级的武将之一,最后一人便是被称为武圣的关羽,在当时,关羽被称为万人敌,雄虎之将,不仅个人武力无处其右者,领兵作战同样守到秦来。 在三国志中,关羽第一次高光时刻,便是温九斩炎梁,在记载中,关羽远远望见敌军主帅的车盖,便翻身上马,只身冲锋陷阵。 于大军之中,取言两手级,包围他的敌军,竟无一人敢于上前阻拦。 公元219年,曹操在兵败汉水后,退出关中,关羽在江陵,率领出击,将襄阳,樊城包围在内,在樊城守将曹仁的求救下,曹操麾下于尽,庞德率领七队人马前来救援,双方一度僵持不下,局势陷入僵局,恰逢此事天功不作美。 连日暴雨,导致汉水水位暴涨,关羽利用地形优势决定使用水攻,这便是水淹七军,战后于尽被生擒,庞德被斩杀,大批曹军纷纷投降,水淹七军时,由于曹操连年征战,导致百姓较苦不迭,加上刘备打着汉室宗亲的名号,使得许多百姓纷纷开始支持刘备,曹操的统治出现了危机,关羽之名,在当时是很多敌对将领的噩梦, 不少守将一听士官与率兵进攻,还为开打军队的士气便已消散,到了后世,关羽逐步被称为武圣,成为了民众心目中武将的代表人物。 以上四位,关羽、赵云、张辽、典维,当属三国志中记载的武将中排在前列的,当然这只是个人的解读和见解,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的见解,评判的标准也不尽相同。 所以,在关于这一点上,我们能够做的便是尽量求同存异,无论是在三国演义小说中,还是在三国的正史上,这些曾经的风云人物们留下的只不过是白纸上短短几行的文字, 但是无论经过多少岁月,我们总能够从只言片语中望见千年前那些傲然而立的身影,步入近代后,日本科学家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蓝蛇带进行了研究,科学家们认为,这块黄熟香的原产地应该是在东南亚一带,有教授进一步指出原产地应该是在越南境内,也有学者认为,蓝蛇带是原产自海南的黄熟香。 你这些人就看着在越南境内,要求中国人的美食会训练的地方。